《金刚经》总结 就是两句一句 两句就是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这一句就是一切由未发如梦幻泡影 这首记子 《玄经》到最后就是这六句做总结 一步金刚薄弱 无助妙指 全在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上 这两句经文 前面我们已经说的很多 这个地方就总结了 不取于相 是功夫 修得了 如如不动是信的 信修宝 如果用前面 急照来讲 如如不动是急 不取于相是照 如如不动是定 不取于相是会 园经在总结的时候 神经在总结的时候 虚菩提尊的是我们大家的代表人 传给他那就是传给我们 我们如果肯接受 接受了就要去照做 把他应用在生活里 我们说佛学的是什么 就是学的一个如如不动 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如如不动 全在不取预想 不取预想就是前面讲了 不知实不知虚不知无 本经里面讲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守着相 无法相 业无非法相 这才是不取预想 于当不取预想 如如不动 全在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录音 如电影 做如实过暗上 不取预想 刚才讲了是放下了 你为什么放不下呢 你是把一切有违法当作真实 所以没有办法放下了 这个四巨鸡 官会 所以又看破 告诉我们 一切有违法了 如梦 如幻 如炮 如影 如幻 如炮 如影 过土就是世界如泡 色深如影 前面我们都曾经说过 不是真实的 存在的时间刹那生命 如路如电 真正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如果能常做如事观 你就会做到不取向 你真能做到不取向 你就恢复到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是真如本性 禅宗里面叫明心见心 我们念佛的人叫一心不乱 如如不动就是一心不乱 如如不动现前了 不但超出六道了 也超出十八戒 那你就如本经里面所说的 祝福如来的地位了 金刚经上讲的 祝福如来 祝福如来是什么样的人呢 如如不动现象 这个人就是祝福如来 这两句话的意思 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之深 深广无尽 一切学人 当从词官随身而入 这就是金刚经总结 两句就是不取于想如如不动 这一句就是一切尤为法如梦幻泡影 这首祭子 玄经到最后就是这六句做总结 玄经所说的不外的六句 我们把这个意思 道理搞清楚 意思搞明白了 要从这个地方修观 把我们的思想 间接观念修正过来 随身而入 这个修学是一切实一切处 都不能忘记 特别是在我们 面对外面境界 齐心动念的时候 顺自己心意 会生欢喜心 会生贪心 这个就错了 你把这个祭子念一遍 你的心恢复平静 不顺自己意思 所以逆境的时候 你顺翻倒 成会 嫉妒章外 算这种心起来了 你赶快把这个祭子念一遍 让他把你心里面的一些污染 把那清楚 这时候记得好 你了解得越清楚 越透彻 那个力量就越大 一定要用在生活上 你不用 你不用 那自己就得不到利益了 一定要用 随一顺而入 时时刻刻 用这个标准 来看一切人士 看一切现象 不单看我们眼前的 这些人士现象 同样 用这个四句 看六道轮回的现象 看事发界 一阵庄严的现象 这样 我们对于天道 也不留念 也不住 多少人希望升天 天人的佛报大 寿命长 相貌庄严 天都不想去了 人间富贵 还有什么留念的呢 都没有了 不但天王 天王请我去做 我也不敢 人间什么总统 还去竞选 哪有这种道理 没这种道理 三界之外 穆罗汉 辟致佛 菩萨 甚至于佛 我也放下 也不要了 这样才能超越 超越舍法界 超越舍法界 才能把自己 照回来 这禅宗的所说 父母未生情 奔来灭目 你才能真正 把你自己 奔来灭目 照回来 奔来灭目 什么 大臣经上讲的 如如佛 本来是佛 此观正是 金刚智慧 般若是大智慧 金刚般若是智慧 里面最殊胜的 金刚般若在哪里 这一首祭祀就是 常常用这首祭祀 管照 你的智慧就升起来 你就不会迷失了 自信 不会迷失了 方向 换一句话说 不会迷失了 你的幸福快乐美满 说这个话 大家听起来 更容易懂 你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呢 迷失了自信 绝无聊 这世界没苦 有真正的乐趣 阿 妮 陶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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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